佛力虽然慈悲加持,我们自己的毅力,能量非常强大。 如果不跟佛力激活,得不到佛法的利益。 要跟佛法激活,融成一片,这叫庶佛。 那确确实实可以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这也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佛的价值? 很多人都想,有没有得到的?有。 得到的少分。 可能得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。 这是什么原因? 心不相应。 佛用的是什么心? 清净、平等、真有。 那我们的心是任务,是不贫。 这个就不相应了。 这是大事啊,写在经题上啊。 经题是这一部经的总纲领啊。 啊,大臣,无量寿,壮业,是古的。 亲近平等觉是英心。 有亲近平等觉的因,就能够干。 大臣,大臣,无量寿,无量寿,壮业之苦。 因苦丝毫不爽啊。 啊,我们没有把这个搞清楚,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。 所以说佛,怎么学都不得理。 啊,古人所谓,各须烧养。 烧不到养处。 啊,我们要怎样? 把我们修学这些障碍,解除。 那让我们容易欺辱。 尽宗的欺辱,就是往生进度。 啊,功夫。 于经上讲的阴险,有多少分的相应? 啊,就是亲近平等觉。 相应越多,品味越高。 啊,这就是极乐世界的。 仕途三倍,九平之有来。 非常之大。 心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